这里我们开始要讲一件事就是原子的结构 问题就是之前上个节目我们说这个世界由元素所组成 但是元素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这个观念是最现代的观念是来自19世纪初的时期 有个叫John Dalton的人 他提出这个世界的物质是由一些叫做atom的东西组成的 这是最基本粒子 而这个基本粒子是不可以被化学上再分割的 但是其实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真的索完的话 它基本上应该就是来自一个叫做Lucippus 一个希腊的哲学家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期 他已经是讲了这套理论出来的 就是基本的观念 但是当年那时是没有任何实证的 只不过就是说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 那么到了刚才我回回头 当我们去到19世纪的时期 那么这个已经是他有大量的证据 因为化学上的reaction 大量证据就是有些这样的现象 可以能够是让他觉得有这件事 那么当然那个年代的证据 不是直接的证据来的 但是那个趋向是有这个东西 于是乎就有这个推导的东西 那其实大家可以这么想的 这个就是当年Lucippus 就是希腊哲学家的问题 就是如果拿一块石头 把它斩开一半 那你可以再斩开它 然后我再继续把石头一路一路一路 是逐半逐半地斩 它说一路斩下去的时期 会不会有尽头的呢 会不会不能够再 再继续细分的 如果我们不能够再继细分的时期 那我们就会去到有一件事 就叫做 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希腊work atomus 即是不可再分割 不可再分割的意思 那因为有了这个纸巾 以前希腊时代 所以现在今时今日 我们就用它来 叫它做atom 中文呢 我们译作原子 但是原本希腊的意思 就是不可再分割的意思 好了 那但是呢 去到就是十九世纪末 那我二十世纪初的时期 那一堂物理学家 就是慢慢慢慢发现到 就是原来 原来呢 所谓原子 是不是真的不可被分割呢 并不是的 那它还可以 原来呢 可以再继续分下去 有三种的粒子 那由于它这些粒子呢 已经是比原子 还要再继续了 所以呢 今时今日呢 我们叫它做 subatomic particle 叫做次原子粒子 那包括呢 就是现时我所认知的呢 也是proton 質子 neutron 中子 和electron 电子 那其实最早发现 就是电子 先在十九世纪末的时期 那就是由一个叫J.J.Thompson 的人呢 就找得到它出来的 好了 那就是 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研究 那今天来说呢 我们认知到呢 一粒原子本身呢 atom本身呢 那它就分开了两部分的 一部分呢 就是中间这个这么小的地方 那我们叫它做什么呢 我们叫它做是原子核 nucleus nucleus 叫做nucleus 原子核 那就是 你就可以当呢 就是 整个香港 就是香港九龙新界 那样 那它就是 就是 站了个人在香港的正中心 个人的大小呢 就是nucleus大小 药物就是差不多 那样了 那接着呢 就是外围呢 就有一些叫做 electron的东西呢 绕着它转 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电子 我认为有些电子 绕着它这样的转 好了 那接着呢 就是nucleus 里面呢 其实它 consists of 些什么呢 还有些什么呢 nucleus 其实呢 就由两种粒子 所组成 第一种呢 我叫做proton 第二种呢 我叫neutron 好了 那就 这个呢 就是 electron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电子 那呢 nucleus呢 就是原子核 就是原子核 那 proton呢 就是 質子 neutron呢 就是中子 那在这里呢 记住一样东西 那以质量来说呢 以质量来说呢 以质量来说呢 这个呢 是 是 几乎是 same mass的 几乎 差很少的 而已 那就是 至于呢 上面的电子呢 那 mass呢 的质量呢 就是 negative的 就是 当我们 compare with 就是 proton 和neutron的时期 是很小的 mass 那基本上 很多时候呢 如果是一个 一粒atom的mass呢 我们就不算 电子的mass 那另外呢 就还有样东西 就是 这个 以带电荷来说 那带电荷呢 中子呢 呢 为什么叫做neutron呢 因为它不带电是neutral的 那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 不带电的 neutral 好了 那 什么是带电的呢 带电的呢 就是质子 是带正电 和呢 就是电子 是带负电 而它们的电荷呢 是 exactly the same 的 对不对 同样这么多的电荷 那所以如果呢 我一个atom 有一粒质子 你有一粒电子的时候呢 它们就会如何呢 综合回对方 那整个atom 本身呢 是不带电荷的 的 应该 那是 atom 本身呢 是neutral的 如果你计算它overall charge的话 OK 好了 那跟着呢 就是一起看看 啊 还有一样东西 讲漏了 这里呢 就请你highlight 这些字眼 比如考试的时期 我画幅图左边给你 跟着箭尺子出来 那你会设计回 这个电子 是electron 这个是nucleus nucleus 有什么呢 有proton neutron 那你也要知道的 OK 好了 那跟着呢 我们一起看看呢 就是这里了 那这个table呢 就要记住些什么呢 第一 就是我们要记住呢 就是首先 由simple开始 p simple p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认字头 p就是proton 所以你发觉呢 这个name呢 我们就是proton n 是neutron 所以呢 我们填回neutron e electron 那填回呢 就是我们会填回neutron 上去 那记住呢 e这个electron 右上角是写一个负电 在这里的 那通常呢 我们在这里再写回给大家 下一个e之后呢 右上角画一个负 那如果就这样写一个e呢 那我们就不当你二拉床 那记住这一点 好了 那跟着呢 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们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这样 第一样东西 那是proton 在什么位置呢 那当然是在 nucleus里面 neutron呢 都是inside the nucleus 那跟着 Electron 是怎样的呢 Electron呢 就是绕着 nucleus 那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那我们就说呢 叫它就是moving around the nucleus 的 好了 那带电荷了 带电荷呢 其实呢 就是 这个单位呢 基本很複雜的 那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就是用最简单的说法 最简单的说法是什么呢 是我们叫proton 叫做一个正电 而neutron就叫做一个负电 那跟着呢 neutron就不带电 那由于不带电 所以设定它做零的 OK 好了 那跟着呢 就下一个了 就是它们的质量了 那你看到一样东西呢 就是 如果我们比较呢 是 proton 和neutron的质量的时期 大家都是10-24 那大家前面三个位置都是1.67 那所以我说 为什么它们呢 几乎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那我们也都不想呢 就是记住一些那么长 那么复杂的数字 反正它们两个一样呢 我们就会 利用它 叫它的相对质量是多少啊 那呢 我们就叫它做是正1 那如果是proton的相对质量是正1 那neutron相对质量呢 那 roughly the same 都叫它正1 那至于呢 2neutron的质量是多少呢 那我说呢 但是我都不叫0 原来呢 它和proton的质量比较呢 是1840分之1 OK 那所以你看到呢 质量呢 是小很多很多的 在这里 那所以为什么它们说呢 加上的话 那你计三个有效位啊 那直接就当它等于0 对不对 好了 那接着呢 我们知道了这个atom的结构之后呢 那我们接着就看看 什么叫原子序了 那原子序呢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在数我们一粒atom 有多少粒proton的 那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的 就是说 原子序本身呢 atomic number 本身呢 这个呢 atomic number 其实是等同于什么呢 就是等同于一粒atom 有多少粒proton 那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样数呢 为什么我们不是数 有多少粒neutron的呢 其实这个一切 和它的化学反应有关的 原来proton的数量呢 就影响着一粒atom 它本身的chemical reaction 化学反应 所以我们就数proton 那至于为什么 我们又不数二粒呢 那这里呢 其实呢 我们说一粒atom 本身断害灵的嘛 基本上一个正常的atom 它proton的数量 和electron的数量一样 也是一个atom number 来的 那但是呢 是因为在化学反应里面呢 很多时候 electron呢 可能会是被拼走了 或者可能一个atom 拿了一些electron 到它自己的atom 本身那里 那所以就算 我们的 number of electron 是一个atom 本身正常的情况下 它们是 的数量 和proton的数量一样 但是经过了化学反应之后呢 electron的数量呢 是可以被改变 所以我们呢 也都不会这样数 就是这个原因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呢 就是说呢 是 头过20尺 是吧 我们又再来过了 记住一样东西 如果你是明年打算讨 chemistry 化学的4 的话呢 你一定要背了这20尺 连起它们的symbol 连起它们的atomic number 那就是 其实是顺着背的 就是头那20尺 OK 那一起来看看 第一只hydrogen 那就是atomic number 就是1嘛 所以它们的proton的数量 都是1 不过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看 因为呢 任何atom呢 它带的电荷呢 是应该等于零的 最后 那所以呢 一定有回一粒electron 来balance 它一粒proton所带的正电 可以吗 那至于hydrogen 它是不带 没有neutron的 那就零了它 OK 好了 那接着呢 我们再看下去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helium helium呢 如果你看 proton 和electron的数量是一样的 但是开始呢 它有neutron 了 neutron的数字呢 就是rugly equal to 我们的proton 那这次是直接一样的 但是是不是永远的呢 你看看lithium 3和4的比较 4和5 5和6 又回到6和6 那你发觉呢 呢 neutron的数量呢 就是有时会上 有时会下 上上下下 这样的 但是普遍性地呢 是多数都是大 就是proton的数量的 对不对 普遍性地它一定会大 或者等于proton的数量的 在最初的20粒 那实际上 如果你看到后面呢 越来越大的atom 就是说 gatone number 越来越大 的话呢 neutron的数量呢 会一路一路增长上去 OK 那至于呢 就是如果我们看呢 就是proton 和electron 数量呢 在这里比较 这个table呢 它永远都是一样的 可以吗 因为呢 我们未考虑 它有chemical reaction atom本身嘛 那应该 它们的数量 是会一样的 OK 好了 那跟着呢 就是 有了这个数字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跟着 就数一数 一粒atom本身的mass 有多大啊 total mass total mass 的数法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是 数呢 就是数 mass number 我们不数它exactly 的质量是多少gram 或者多少kilogram 那这样数法是比较麻烦 比较厉害的 那我们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因为proton 和neutron的mass 是一样的嘛 所以我们将两个加起来 比如这一加零 那就等于一 那比如这个呢 是17加18 那就等于35 那 而这个35 这个数字呢 我就叫mass number 那这个mass number 就不用给单位的 可以吗 那只不过一个数值 不过如果你想计算它的质量 有多大的时候 很简单 你就乘回每一粒 就是nucleon 我们叫上面这个 我给大家先 每一个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叫它做nucleon 每一个 数回有多少nucleon 跟着呢 就是乘回每一个nucleon的质量 那我们如果三个后位的 就是拿1.67 乘10-80-24g 那我们这样就乘回 那你就能够找到 它真真正正的mass有多大的了 不过呢 实际上计数来说 我们都不会那么烦的了 你只是把nucleon的数量 和nucleon的数量 加了它 算数的了 那这样东西可以吗 OK 好了 那说完这件事之后呢 那接着呢 有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要表达一个atom的时期 我们想详细一点去表达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那我们用的办法呢 就是使用了这一套 那首先呢 我将个symbol 就放进去 那接着呢 就把mass number 放在左上角 atom number 在左下角 那不如我一起看看 以一个corin为例 corin就是cl 是不是 那我们呢 就写一个cl 在这里 写了cl 之后呢 那接着呢 我们的mass number 就是在左上角 17加18 35 就是在左上角 接着呢 atom number 17 就是在左下角 以出来推 好了 那譬如说 如果我们是phosphorus 那怎么办呢 phosphorus P 那P之后呢 左下角 atom number 是多少呢 看看phosphorus 那它应该就是15 所以把15 在左下角 那接着呢 就是 然后把15加16 等于31 这个就是mass number 就是31 等于左上角 那这个呢 就是在化学上呢 我们叫做完整地 是表达 一个是 element 它的写法 但是用symbol 一个详细的 叫做full atomic symbol 这个 OK 好了 那写完 full atomic symbol 之后呢 接着也是到大家 做事的时间了 那这里呢 就是 有个check point 那 那我这里会停一停 那你做完完check point 之后呢 就听下一个video 哈哈 嘿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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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